早上好 回答成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29号上午 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李强 王沪宁 蔡奇出席会议 习近平强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是在新时代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基础上推进的 具备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要运用好已有的改革成果和重要经验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全力抓好改革任务的组织实施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贯彻实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重要改革举措分工方案 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等文件 会议强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做出全面部署 确定了三百多项重大改革举措 要坚持党中央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 把准改革的战略重点和优先方向 要把改革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推动标志性改革举措加快落地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部署设立的二十二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推出了一大批标志性引领性制度创新成果 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目的是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 实现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水平 系统性改革成效 开放型经济质量全面提升 要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鼓励先行先事 开展首创性及城市探索 推动前产业链创新发展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9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习近平指出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各国需要团结协作 而不是分裂对抗 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各国需要团结协作 而不是分裂对抗 人民希望开放进步 而不是封闭倒退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我们实际上都有这方面的意愿 就是对历史 对人民 对世界负责 成为世界和平的稳定源 共同发展的推进器 习近平强调 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 第一位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首先要回答好 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 这个管总的问题 中国的对外政策公开透明 战略意图光明磊落 保持着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 聚焦做好自己的事情 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完善和发展 符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愿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 中方对美政策保持着高度连贯性 尽管中美两国各自情况和中美关系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 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 没有变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 没有变 更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努力 没有变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以积极理性的态度 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 是彼此的发展为机遇 而不是挑战 同中方一道找到 两个大国正确的相互指导 沙利文转达拜登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问候 感谢习近平主席波容会见 表示美中元首就经山会务以来 双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取得积极进展 他此次来华同王毅主任的战略沟通深入坦诚 富有实质性和建设性 他愿重申 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体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美方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无意将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美方希望同中方继续保持战略性沟通 找到美中两国和平共存 美中关系持续发展的办法 拜登总统期待不久能有机会 再次同习近平主席沟通 习近平请沙利文转答对拜登总统的问候 表示愿同拜登总统继续保持沟通 为中美关系掌舵领航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扬州司司长杨涛 29号的晚间 就沙利文访华向媒体吹风 他表示 这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时隔8年再次访华 是沙利文助理任内首次放华 也是双方落实中美元首共识的重要举措 杨涛强调 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 始终发挥着战略引领作用 这是双方一致的认识 此次中央外办主任 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战略沟通中 双方就两国元首近期开展新一轮互动进行了讨论 将有助于进一步发挥 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 为中美关系和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 双方回顾了过去几年中美打交道的经历 王毅从中梳理了经验启示 概括为五个关键 一中美关系保持正确方向的关键 在于两国元首掌舵领航 第二中美两国避免冲突对抗的关键 在于遵守三个联合公报 第三中美互动顺利开展的关键 在于平等相待 第四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关键在于巩固民意基础 第五中美双方实现和平共处的关键在于树立正确认知 这五个关键有助于双方更好开辟未来 找到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杨涛说去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规划了蓝图 此次战略沟通中 双方梳理了旧金山会晤以来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取得的进展 同意继续加以推进 双方还达成了一些具体共识 包括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沟通 继续开展禁毒 执法 非法移民遣返 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 事实举行两军战区领导视频通话 第二轮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机制性安排 继续就中东 乌克兰 朝鲜半岛等 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保持沟通 这些新成果将有利于双方 一道朝着旧金山愿景 排除干扰 克服障碍 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 健康 可持续发展 台湾民主人权 道路制度 发展权力 是中方在中美关系中划出的四条红线 中方重点就这些问题表达严重关切 阐明严正立场 提出严肃要求 中方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 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可挑战 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力不可剥夺 触碰这些底线红线 中美关系就兜不住底 护兰也会形同虚设 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 既然美方多次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不支持一中一台 就应该落到实处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停止武装台湾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杨涛还回答了记者提问 关于经贸科技问题 杨涛表示 美方所谓小院高墙 已经不断扩大 没有了界限 所谓国家安全 成为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框 所谓产能过剩的说法 不过是搞保护主义的又一个借口 背后还是美国对中国的错误认知 对谋求自身绝对安全 绝对优势的霸权思维 美方应该知道 中国不可能始终处于产业链中低端 有能力 有需要 也有权力 向产业链中上游攀升 美方也应该明白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打压中国的经贸科技发展 损人不利己 也不会得逞 关于南海问题 杨涛指出 中国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致力于维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 严肃性和有效性 发展盟友伙伴关系是美国自己的事 但不要以此损害中国利益 菲律宾应当言而有信 美国也要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 关于乌克兰问题 杨涛强调 中方的立场坦坦荡荡 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 劝和促谈政治解决 中方没有从中余力 更不会火上浇油 将继续做正确的事情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不结盟 不搞阵营对抗 这是处理同所有国家关系遵循的基本原则 美方要停止散布 所谓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的虚假叙事 不要再抹黑栽赃 甩锅推责 更不要滥失非法单边制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沙利文29号在结束访华之前 举行了记者会 表示这次访问是实质性的建设性的 对于中美之间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沙利文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重申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沙利文在美国中华使馆举行记者会 形容这次访问是一次真正的工作访问 双方的讨论是实质性的建设性的 双方总结了两位元首共识的落实情况 并同意继续推进禁毒执法等领域合作 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沟通 包括在未来几周内进行一次领导人级别的通话 而对于中美元首是否还会进行面对面的会晤 沙利文也在会上做出回应 对于外界关注的美国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沙利文表示这次双方没有谈到美国大选 而自己访问的目的就是在过渡期的敏感时期 管控好两国关系 至于中美之间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 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沙利文重申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中美国大选择 中美新一轮的战略沟通 对南海问题的交锋上升到新高度 沙利文在记者会上重申了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 但同时也鼓励中国和菲律宾进行直接对话 但他表示这次双方没有就南海问题达成具体共识 虽然中美之间还存在很多矛盾和分歧 但沙利文也表示这次访问并不是为了追求某一个具体的结果 而是要通过密集的外交来管理双边的关系 这次访问也不是任何事情的终点 拜登政府仍将致力于加强同中方的沟通 负责任的管控双边关系 沙利文29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承认 随行人员几乎都会说中文 结果证明 here many of whom do speak fluent Mandarin have deep experience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PRC and the U.S. China relationship this is you know it makes my job a heck of a lot easier and makes me much better than I would otherwise be 美国媒体评论沙利文访华行程指出 美国高级官员和中国高级军官的罕见会谈 表明尽管台海和南海局势紧张 但中美仍致力于高层沟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 接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这次会晤是保持中美沟通渠道畅通 负责任管理中美关系努力的一部分 彭博社指出 沙利文此次会晤是为了在美国大选来临之际 稳定中美关系 沙利文在会晤中谈到了哈里斯的对华政策 并称哈里斯一直都是拜登外交政策团队的核心成员 参与了印太总体战略的设计和执行 他还表示 如果哈里斯胜选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保持连续性 沙利文强调 哈里斯认同既要负责任的管理中美竞争 又要避免中美陷入冲突或者对抗 当天在沙利文的主动要求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也接见了沙利文 这是自2018年以来 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首次会晤 纽约时报指出 这是中美两国在国家安全 贸易和地缘政治争端加剧之际 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的最新努力 在军事方面 美国认为有必要进行更开放的沟通 以防止两国战机 海军舰艇在南海和台海等地区发生事故 沙利文在会后表示 能够有机会听取中国军方高层 对关键问题的看法 这无可替代 有专家分析指出 沙利文与张又霞的会晤意义重大 也表明了中方愿意并准备与美方重新进行有意义的接触 这被视为中美整体关系的重要政治指标 美国白宫早前透露 中美元首计划几周内进行通话 不仅如此 沙利文向记者表示 中美两国元首可能于11月中旬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或者在巴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会面 有美国专家指出 中美元首再次会晤 对双方都有益处 对拜登来说 可以为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留下积极遗产 对于中方来说 如果拜登的继任者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路线 中国可以借此次会晤 指责美方破坏两国元首早前达成的共识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更多时事要闻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中国与菲律宾近日来在南海的冲突不断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29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 菲律宾试图在仙兵礁长期存在 是打开恶化南海局势的潘多拉摩河 对于美国称要护航菲律宾普及 吴谦用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去歌词 回应了美国 中飞近日在南海的冲突不断 起因是4月份开始 菲律宾将一艘公务船滞留在仙兵礁西湖 8月19号开始尝试不计不计船 不断冲创中国执法船 菲方妄图实现 在仙兵礁的长期存在 打开了恶化南海局势的潘多拉摩河 遭到地区国家的强烈反对 中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分歧 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吴谦强调中方一反一规 在现场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操作专业规范 要求菲律宾立即从仙兵礁撤船撤人 恢复仙兵礁无人无设施状态 日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表示 根据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军舰在南海护送菲律宾船 执行补给任务是完全合理的选项 美方才是搅动南海局势动荡的 最大幕后黑手 美军一些人妄图以所谓双边条约为借口 吓住中国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吴谦还借用网络游戏 和神话悟空带来的悟空热 回忆起电视剧西游记的歌词 来回应美国 两句歌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踏平坎坷 成大道 斗霸艰险又出发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与美国总统国安助理沙利维的 最新一轮战略双张当中达成共识 中美两军将适时进行战区领导的视频通话 中国国防部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 回应表示 正在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保持着沟通 目前还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凤凰卫视 霍伟伟 刘健 北京报道 中国和印度两国外交部官员 29号举行边境事务 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 第31次会议 就边境地区有关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中国外交部边界和海洋事务司司长 洪亮 29号在北京 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 戴国兰 共同主持 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 第31次会议 双方同意 根据两国外长近期所达成的重要共识精神 共同推动边境局势早日的翻篇 双方就边境地区有关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进一步缩小了分歧 扩大了共识 同意 加强对话磋商 相互照顾 合理关切 早日达成 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双方同意 巩固磋商成果 严格遵守 设边 协议协定和信任措施 继续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尼哈局势方面 以军连续第二天 在约旦河西岸执行突击行动 以军说行动至今 一共杀死了16名8人 而以色列防长加兰特强调 要扩大战事目标 有消息称 加兰特向高层传阅的文件指 如果没法敲定加沙停火协议 以色列将要面对多条战线 另外以色列和哈马斯据报都同意 在疫苗接种期间 实施短暂人道停火 以色列承认 日前枪击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车辆 是处于乙军内部的沟通出错 约旦河西岸的捷宁和图勒凯尔姆 以军29号继续突击行动 搜捕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捷查救护车 在捷宁 以军封锁通过医院的道路 阻止武装分子进入医院藏匿 据报在约旦河西岸当天的军事行动 至少杀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 在当地的一名指挥官和几名武装分子 以军29号发布视频指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城镇 一座清真寺发现武装分子在这里制作爆炸品 加沙中部鲁塞赖特和戴尔拜拉赫都收到以军袭击 大批伤势严重的巴人被送上救护车 另外以色列向美国承认 有世界粮食计划署标志的车辆在加沙遭到枪击 是由于以色列部队之间沽通出错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29号 同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等官员开会 加兰特强调要扩大战事的目标 包括让早前因战事撤走的以色列北部居民重返家园 他也提到9月将踏入新学年 要在战时加强保护学生 以色列媒体报道 加兰特还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国防部高层传阅文件 内容提到 以色列处于战略十字路口 要是以色列接纳并敲定架杀停火及释放人质协议 不仅人质获释 也可减少黎巴嫩珍珠党对以色列的敌议 缓和北部边境的紧张局势 伊朗意图对以色列报复也可能受影响 否则以色列可能面临多条战线 以色列外长卡茨就指控伊朗将武器 从叙利亚偷运到约旦 试图将以色列与约旦的边境 变成动荡的前线 这些武器最终也会输入约旦河西岸 卡茨呼吁在以色列和约旦边境 迅速建造安全围栏 加上25年来首例脊髓灰质炎患者 10个月大男因拉赫曼 由于染病 下肢瘫痪 母亲解释 因为战乱流离失所 使拉赫曼错过了疫苗接种 世卫表示 在加沙为超过64万名儿童 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 分两轮进行 第一轮在9月1号开始 一连三天 率先为加沙中部的儿童接种 然后在南部和北部 各提供三天的接种服务 世卫说 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同意 在疫苗接种期间 实施短暂的人道停火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野门胡赛武装29号发放 先前遭袭的邮轮 苏尼翁号传体起火 以及放置炸弹 并引爆邮轮的画面 野门胡赛武装29号发布视频 显示此前在鸿海 遭起袭击的邮轮 苏尼翁号传体起火的画面 视频还记录下 胡赛武装人员 疑似在邮轮甲板上 放置爆炸物 并成功引爆的瞬间 但并不清楚具体行动时间 画面中出现的苏尼翁号邮轮 悬挂希腊国旗 载有大约15万吨原油 胡赛武装拒报指认其 属于一家与以色列有关联的企业 苏尼翁号21号 在野门港口城市河台达以西 约77海里处的鸿海水域 遭胡赛武装袭击 船体受损并起火 迄今仍漂浮在这片水域 而邮轮全部25名船员 已由一艘欧盟方面的军舰 成功救起 有舆论就指 如果苏尼翁号所在原油泄露 可能危及海上航行和海洋环境 胡赛武装方面28号晚曾表示 在与多个国家 特别是欧洲国家接触后 同意由拖船拖走苏尼翁号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博物两军继续在乌东战场和俄罗斯库尔斯克基站 另外乌军证实一架F-16战机 在与防空部队执行拦截俄军空中目标任务过程当中失联 事后调查证实飞机已经坠毁 飞行员洒生 而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向路透社透露 战机应该不是被俄军所击落 从飞行员的不当操作到战机出现的机械故障 都在可能的事故原因考量范围当中 俄罗斯库尔斯克方面 乌军持续展开军事行动 乌军还利用无人机从空中投掷手榴弹 画面中能够见到俄军士兵在房屋间慌忙进行转移 俄国防部称 一架卡5RM直升机用航空导弹打击了乌军 在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有声力量和装甲车辆 根据空中炮手的报告 乌军人员和装甲军事装备被摧毁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克夫称 根据俄方对掌握的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 美国参与乌克兰军队对俄库尔斯克地区的袭击 是一个客观事实 李亚布克夫还表示 俄罗斯对美国升级局势的方针深感关切 并敦促华盛顿对局势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 局势充满了华向不可预测后果的危险 在战况激烈的乌克兰东部 临近前线的顿涅茨克城镇康斯坦丁尼弗卡 29号遭遇俄军炮击 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六人受伤 另有五座公寓及一幢私人房屋受损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在29号发布的公告中确认 一架F-16战机与26号失联 事后调查证实飞机坠毁飞行员丧生 乌克兰国防部已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坠机原因 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向路透社透露 战机应该不是被俄军击落 从飞行员的不当操作到战机出现机械故障 都在可能的事故原因考量范围中 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29号对外宣布 总干事哥罗西将会于下周前往乌克兰 与乌方高层举行会谈 并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当前状况进行评估 风防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厂所在的库尔斯克市 39号宣布封城实施战事管制 来看本来记者发自于库尔斯克市的现场报道 周四的早晨 在库尔斯克地区三次出现了导弹威胁 俄军的防空部队又击毁了一枚制导导弹 和三架大型的攻击无人机 超过3500名公民向俄罗斯红十字会寻求帮助 希望寻找来自库尔斯克地区的亲人 上周俄红十字会已在战区内 找到了其中的350多人 另外人员下落不明 我们走着,全部搜尔斯克地区 雷白通叫之聞來是否平衡 這第二種都有事 這是正解是嗎? 這��면只說話不響 人們連我 NEVU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 距离美国大选仅剩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利斯携副手乌尔兹 29号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专访 再谈到如果当选总统是否考虑会任命一位共和党人到内阁去任职 那哈利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我认为是否考虑会任职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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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媒29号披露美国总统拜登退选的新的细节 称除了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之外 舒默等民主党参议员的担忧和批评 也对其退选的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纽约时报29号报道了拜登退选的详细内幕 佩洛西曾来电视上暗示对拜登的担忧 并私下表示他无法获胜 被认为是推动拜登退选的关键人物 然而参议员多数党领袖舒默 众多民主党议员以及奥巴马 也在幕后施加了重要影响 民主党参议员担心拜登的竞选会拖累他们 也破坏他自己的政治遗产 拜登在他经营了36年的政治大阪营中 几乎没有得到支持 他在退选后的采访中坦白了这一点 民主党对拜登6月27号的辩论表现非常不满 在随后的例行午餐会上 多名参议员强烈批评拜登 仅有三名民主党人支持他继续参选 舒默对此感到震惊 7月8号 拜登发布至国会议员的信 坚称继续竞选 引发了国会山的恐慌 7月9号 舒默联系白宫官员 要求与拜登助手进行高层会议 但遭到拒绝 尽管舒默公开支持拜登 但他威胁如果继续拒绝 他将公开要求会面 在7月11号的会议上 参议员们一致认为拜登应退出竞选 尽管拜登的顾问试图淡话辩论的影响 大多数民主党人不为所动 随后 舒默与拜登进行了35分钟的 一对一谈话 传达了民主党参议员的意见 拜登对此感到惊讶 并表示需要一周的时间考虑 最终 拜登于7月21号宣布退选 凤红卫视 孙海若 姚依伟 华盛顿报道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香港 巴黎奥运国家代表团的运动健儿 乘坐包机 29号中午已经抵达香港国际机场 香港特区政府在停机坪 举行欢迎仪式 过百名香港中小学生 挥舞着国旗和区旗 一早就等候在停机坪 期待着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的到来 中午12点刚过 运动员代表马龙率先迈出飞机舱门 迎接学生们的欢呼声 全红蝉 潘展乐 胜利豪等紧随其后 众星云集让本就灿烂的阳光更加耀眼 本次代表团阵容强大 共有65名运动员及8名教练员 除了网球女带冠军郑星文 有其他赛程安排 其余金牌选手全数到港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感谢代表团马步停蹄 来到香港与大家见面 向市民展示国家运动员风采 国家运动员在奥运会上面的卓越表现 不但展现出他们的非凡的技术 和崇高的体育精神 也都展示了国家在体育发展方面的强大实力 实在令我们感到十分之自豪 期待已久终于见到真人 在场迎接的学生都十分激动 更有人说自己从前一晚就开始兴奋 完全睡不着 代表团正式展开三天访港行程 期间会出席三场公开活动 早前共计5300张门票已经受庆 观众可以近距离一睹奥运健儿风采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国家队巴黎奥运健儿出席记者会 多位运动员分享来港的感受和期望 特别受关注的跳水运动员全红蝉 鼓励年轻人要勇敢追梦 巴黎奥运国家队健儿代表团 星期四下午在下榻的酒店出席记者会 用了大概15分钟回答记者提问 十米跳台跳水个人和双人赛事冠军全红蝉 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他被问到有什么可以向同辈分享 我觉得要有热爱就去追吧 不要害怕失败吧 我觉得然后也是很谢谢他们很喜欢我吧 100米自由泳和男子混合泳 接力金牌得主潘展乐 回答新一代年轻人应该有什么特质 以及如何做个好榜样的时候 一如既往干脆利落 第四次随团来到香港的乒乓球男团冠军得主马龙 就表示这次来香港感觉很不一样 当然这次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去跟香港的青少年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 我想这一定会是自己职业生涯中一个特别的一个回忆 其实作为奥运会以后有很多人在问我接下来什么打算 但是至少现在来说自己还是一种运动员的身份 当然有如果要有什么转变的话 自己一定也会让大家知道吧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会积极的推动内地和香港青年交流 而明年在粤港澳三地举办的全运会也有利于体育发展 凤凰卫视显至香港报道 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29号傍晚先后出席了在礼宾府和会展中心举行的欢迎会和晚宴 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29号傍晚到礼宾府出席欢迎会 多名特区政府官员出席 一身红白制服的奥运健儿们相当亮眼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 国家队访港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重视和关爱 在巴黎奥运会闭幕不到三星期 你们就来到香港 让香港市民有机会更距离一堵国家运动员的风采 接受香港市民的热烈祝贺 我感谢你们对香港特区的热情和支持 代表团团长高志丹与行政长官李家超互赠纪念品 特区政府还在会展中心为国家队举行欢迎晚宴 李家超致辞时表示 相信代表团这次访港会进一步加深两地深厚情义 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体育事业 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至此时表示 巴黎奥运会上两地奥运健儿的优异成绩 将中华体育精神和狮子山精神发扬光大 香港女子重健运动员江敏慧 我不想输得那么难看 没打出香港精神就输得蒸蒸四言 男子花健运动员张家朗自信坦然 沉折以对的成功未免 无不令人动容赞叹 还有许多运动员随未获得金牌 但也展现了伟大的家国情怀 践行了人生能有几回伯的豪情壮志 凤凰卫视张又人卢锡文香港报道 香港立场新闻煽动案 立场的母公司以及前总编辑中沛权 和时任属任总编辑林兆彤 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罪名成立 这也是回顾以来首次有传媒 被控煽动罪的案件 而香港警务处国安处认为 裁决不会影响香港新闻自由 有一些人都是不分清红造白 就说我们其实在打压新闻自由 和言论自由 今天法官他的判词 正正可以看得出 我们究竟是有什么理据 还有有什么急切性 需要当时的执法行动 在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园里面 都讲到明的 这一类的自由 并非是一种绝对性的自由 如果遇到一些国家安全的情况 遇到一些公共安宁 公共秩序的情况 是可以施加亏限的 案件29号在区域法院裁决 区域法官郭伟坚 颁布书面裁决 裁定控方提出的 17篇涉案文章当中 有11篇的文章具有煽动意图 当中6篇抹黑国安法 又裁定立场新闻的政治理念 是本土主义 在反修令期间 更是成为抹黑和重伤 中央及特需政府的工具 法庭还裁定 第二被告中配权审批相关文章 等于知悉并认同文章的煽动意图 法官押后案件至下个月的26号 处理判刑 中配权与林绍彤续准保释 香港网络媒体地场新闻 母公司及两任编辑 被裁定一项串谋 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罪罪成 外交部驻港公署 就美国、英国和欧盟 对香港特决法院 依法判决立场新闻案 说三道四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公署发言人强调 立场新闻顽固抱持反中乱港立场 丧失了媒体本应具备的客观公正立场 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组织 而香港特区法院对该机构级人员 依法惩处 是维护国家安全 捍卫香港法治的正义之具 西方政客将新闻自由作为政治工具 为反中乱港组织巧言开脱 肆意抹黑攻击特区法治和公众司法 鼓吹所谓寒蝉效应 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中方敦促有关政客 认清事实 停止包庇违法犯罪分子 停止打着新闻自由的幌子 干预特区司法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母公司 及两任编辑 被裁定一项串谋发布 或复制煽动刊物罪罪成 对此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表示支持 香港新闻联指出 案件无关新闻自由 而是违法和守法的问题 立场新闻长期以媒体的身份 和所谓新闻自由为挡箭牌 在修例风波期间 肆意抹黑和攻击中央及特区政府 煽动社会仇恨 法庭以事实为准绳 以法律为依据 裁定三名被告全部罪成 证据确凿无可争议 香港新闻联坚决反对一切乱港势力 和外国组织 对香港法治和新闻自由的攻击抹黑 表示会继续坚定维护 香港优良的新闻自由环境 关注台湾 台湾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陷入到政治现金 疑似做假账 以及用选举补助款来购买 私人商办等多项争议 柯文哲29号召开了记者会说明 强调绝对没有贪污 但是会请假三个月 暂时卸下党陆续职务 并且自动申请民众党中平会进行调查 此外台北京华城弊案持续的发酵当中 台北地元29号晚间召开积压庭 审理后裁定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威等 三名涉案人士积压境界 台北地方法院在周四晚上处理 要求将台北市议员应小威 积压境界的申请 法官在向应小威问话之后 批准将对方积压境界两个月 据悉应小威日前 曾经企图从台中出境 虽然她称是为了帮助母亲到香港买药 但仍然被法官认定有逃亡事实 裁定积压境界 而法官在在当天的凌晨 裁定微经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有逃亡及串政之余 批准将他积压境界 而两个人及同样涉案的 应小威办公室助理吴顺民 其后也被送上囚车 送往看守所收押 本案是起于金华城容积率 在柯文哲事务任内 从约3.9倍暴增到了8.4倍 也是遭到外界质疑 有涉官商勾结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焦点 一会儿见 稍后见 根据年度计划 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军队 于8月30号到9月5号 在广东湛江及附近海空域 举行中心合作2024海上联合演习 新方参演的舰艇 29号的上午 抵达湛江某军港 双方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自此联合演习 双方共派出三艘舰艇 中方参演兵力包括 导弹 护卫舰 三亚舰 猎扫雷舰 核尖舰 以及舰载直升机 陆战分队等 新方参演兵力为一艘护卫舰 演习分为兵力集结 港岸筹化 专业交流 海上联演四个阶段进行 根据计划 中心双方将举行筹划研讨和文化交流 组织联欢会 舰艇公众开放 军营运动会等活动 同步在军港码头开展反水雷 原前救生等专业领域交流 演习后续将转入海上联演阶段 围绕联合对海打击 海上补给站位 联合搜救 领检拿补等多个科目展开联合演练 港岸期间 我们就前期制定的方案预案 与新方进行磋商 同时组织涂上推演 海上阶段 我们就海上领检拿补 以及对海突击 进行科目演练 本黄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订阅香港商业电台消息 韩国国会在昨天表决通过了 被称为是聚合拉法案的民法纠正案 规定严重违反抚养或者赡养义务 犯下情节严重罪行 以及令被继承人受到严重不当待遇的人士 会丧失法定的继承权 那法案在2026年的1月份将会正式实施 并适用于2023年4月之后的继承案件 聚合拉是韩国女团Kara成员 她在2019年的11月亲生 聚合拉的亲生母亲 在她9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 之后的20年间毫无音讯 不过在聚合拉离世之后 她突然现身要求继承女儿的一半遗产 与聚合拉自小相依为命的哥哥 聚号人难以接受事实 所以其后向国会请愿 要求立法禁止 未尽抚养义务的父母 来继承子女的遗产 聚合拉在生前也是饱受网络暴力 英国广播公司BBC 在今年播出的一图片就透露 她是韩国娱乐圈性侵犯被丑闻 Burning Sun事件的关键的举报人 好 换个心情来关注一下 2024巴黎残奥会 中国选手李章玉在场地自行车 男子C1级3000米个人追逐赛的金牌赛当中 以刷新这一项目的世界记录和残奥会记录的成绩 夺下了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尽 国务委员盛一勤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中国体育代表团指贺点 在巴黎残奥会场地自行车 男子C1级3000米个人追逐赛的金牌赛上 李章玉是以3分31秒338的成绩 刷新了这一项目的世界记录和残奥会的记录 也是夺得了金牌 而这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藏会上 获得的首尾金牌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梁伟聪是获得了银牌 这个夏天一大批的外国博主拍摄发布了 在中国旅游的见闻 浏览量在外温网站突破了10亿 掀起了一股中国风 马尔是埃塞俄比亚人 20岁来到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学习中文 后来看中深圳的发展速度快 工作机遇多 选择常住这里 他目前在网上有200多万粉丝 专注美食探店 因为这个网红 我觉得有很多就是机会 我可以吃很好吃的东西 生煎包 还有火锅 螺丝盆 在中国有安全 也有很多机会也可以赚钱 那什么人需要 这间网红机构2015年创办 从去年开始专注做外籍网红账号 目前旗下有35位外籍网红 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博主明显增加 他们通过文化差异 正能量等话题迅速获得热度 联合创办人郑创新说 公司做外籍网红账号是顺势而为 未来会更注重海外表达 我们要多加深世界对中国的了解 我们自己在说 它是不会有这种真的很让人信服这种感觉的 肯定是更偏向自己同胞讲的这种话 我们也是在外网在努力扩大自己的声量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游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 今年前七个月 全国各孔案入境外国人1725.4万人次 同比增长近130% 来华旅游外国人预计 拉动消费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有学者表示 外国人对中国有兴趣只是第一步 除了旅游 政府还要思考如何吸引更多外国专业人士扎根中国 中国要勾结几个地域切入型的世界级经济平台 就是国外的人才 高端的人才 资本 技术 都想来你这里 对吧 来发展 来了 不想走 专家建议 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便利的生活设施 以及配套的国际教育体系等等 都有利于专业人士扎根中国 凤凰卫视张霄同虎李廷生 深圳报道 感谢您达成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更多消息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